女足工资不够买房,男足赢一场比赛奖金300万,差距为何如此之大?最近一段日子,关于国足的话题似乎一直都是热门,确实,长久以来国足带给大家的欢笑从来没有间断过,不论是给段子手当素材,或者是被各方调侃,国足的故事总是被所有球迷拿出来当作笑谈。 前段时间台湾媒体说国足白斩击之后,这股调侃热潮更是达到了顶峰,相比较白白胖胖大富翩翩的男足,中国女足可以算得上是中国足球的牌面了,无愧坑枪玫瑰,只是两队的成绩是天壤之别,薪酬待遇同样是天壤之别,先看看成绩,男足最好成绩是亚洲卑亚军,除此之外再没有可以拿出手的成绩了,女足呢? 80、90年代亚洲杯7连冠,亚运会3连冠,奥运会亚军,世界杯亚军,2006亚洲杯冠军,而且女足即将参加2019年法国女子世界杯的比赛,可是这么好的成绩,女足的待遇却一点也算不上好。 据了解现在女足一共有16个俱乐部,其中4个俱乐部的球员约薪在5000元以下,9支球队在5000到1万,只有3支球队的工资在1万元以上。 国家队门将赵丽娜在一次采访中说过,自己的工资勉强够日常开销,想要在上海买房这种事是亚军不敢去想的。 尽管如此,男足的薪水却高得下人,据说男足的年薪都在百万以上,加上奖金一年的收入最低也能拿到几百万元,任行,告明,吴磊这些人的年薪超千万,要知道之前亚洲区域选赛,中国队一比零击败韩国队,奖金就发了300万。 在2017年的时候,中超标王张成栋转会费达到了1.5亿,约合2000万欧元,这个价格等于世界杯参赛队伍巴拿马队全对身价。